抱谢娜无心回归你好星期六,海涛为家缺席,快乐家族合体有望。 上周六,湖南卫视全新综艺你好星期六正式上线与观众见面,节目沿用了何炯控场,还邀请了秦潇贤、蔡绍芬、王鹤蒂以及布瑞吉四位知名艺人担任常驻嘉宾,加上宋茜、岳云鹏、阿朵三位飞行嘉宾,首期阵容非常强大。 但节目首播反响并不乐观,除了收视率拉垮外,观众对其也是一致差评,大家对曾经的快乐大本营越发怀念。 早在快本正常播出时,不少人对其吹毛求疵,各种吐槽。 但真当这档陪伴了大家二十多年的节目巧无声息停播时,大家突然又发现了他的好,甚至希望他能回来。 令人欣喜的是,近期有人透露吴欣和谢娜即将加入你好星期六,何炯不再是单打独斗,终于有办了。 按照知名大V的说法,这次芒果台依旧没有提及杜海涛和李维嘉,只希望后续快乐家族还有合体的机会吧。 要知道,湖南卫视今年跨年,快乐家族罕见缺席,仅有何炯一人获得了主持资格,谢娜和吴欣伦为嘉宾,杜海涛和李维嘉更是直接被排除在外,两人全无踪影。 这也是近几年,李维嘉和杜海涛罕见缺席跨年演唱会主持。 当然,最好的结局无疑是在吴欣和谢娜常驻后,李维嘉和杜海涛也能陆续回归。 如果你好星期六能聚其快乐家族,你们还会继续支持这档节目吗?